奇达多没多久就学会了 然后这一次 奇达多拜访更伟大的幽陀家仙人 年轻人啊 用思考的 用祈祷的 只要能常年拼命修行 就能够心灵亲近 和这个大宇宙合一了 是 在此 幽陀家仙人 花费多年岁月才知道的道理 奇达多也是在短暂的几个月当中 就学会了 太了不起了 奇达多 你是世上唯独仅有的优秀者 以后就代替我指导徒弟们吧 谢谢您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都还没有想到我想要寻找的道路 我想要到别的地方去修行 你到底想要去哪里呢 我想要去修苦行 苦行 那可是事关性命 是的 可是没有找出我的道路之前 任何尝试我都要做 即使可能会丢掉性命 我也不会怕的 험 Kil 那个人模样好奇怪 只用一只脚站立着 你真笨 它是在修行 对面森林也有和尚在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人是在学贺之行 那个叫做学贺之行 这个人死掉了吗 他还活着 太好了 这个人很温柔 我很喜欢他的 上次他不是在学贺吗 我看这一次大概是在学乌龟 他为什么做这么痛苦的事情 这个人好像是会成为很伟大的佛 这是连对面山上的仙人都办不到的事 就这样 在森林辛苦孤独的修行 一年 两年 三年的持续下去 就在苦行的某一天 有五个旅行者到了这座森林 这五个人奉进贩王的命令 出来到处寻找西达多王子 想将王子带回去城堡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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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城里面服侍过您的娇尘儒 请您随我们回城 国王他很担心您 而且王妃他一直很伤心 是 耶稣托了太子妃 真是以泪洗灭的 宝宝也是整天在哭泣 全国人民都在沉心期盼王子能够回去 其他都王子 王子 王子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请你们不要妨卖我的修行 回去吧 看到王子一直坚定 五个人都很伤脑筋 因为已经找到王子了 总不能自己空着手回去城堡 五个人便围起来商量 决定在王子改变主意以前 假装自己也想修行 在旁等待王子回心转意 让开 让开 都撞上了 我回血 就这样 秋天过去了 森林进入严寒的冬天 七大多与五位使者持续不断的修行 然后春天来临 夏天来临 又到了秋天 七大多跟五位使者 不知不觉 竟然一起过了六年的岁月 原本想带王子回去城堡的五位使者 现在反而认真投入修行了 他们的修行 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 有好几天都不讲话的无言之行 还有一滴水 一粒米都不吃的断食之行 这种苦情持续了好几天 最后 七大多瘦得像枯木一样 西大多 我可怜的孩子 你是妈妈吗 是的 我是你的母亲 我是生下你之后 七天就过世 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从那之后 我就一直注视着你 你出生为王子 却没有成为国王 是的 母亲 我为了修行出城了 然后 你来森林已经有六年了 你尝试了所有痛苦的苦行 结果 结果 却还是没有找到光明 是的 你每天都这么痛苦 还是没有办法成佛 最后就要这样死掉吗 多么可怜的孩子 母亲 请你不要哭了 我是绝对不会死掉的 是啊 你绝对不可以死 你再想想看 身体是心灵重要的容器 不可以折磨身体 使自己的心更脆弱 是 你一定要活下去 一定要成佛 我知道了 母亲 我一定会活下去成佛的 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看见了母亲的声音 我 我一定是差点死掉了 所以母亲才会过来鼓励我 她要我活下去 要我一定要成为佛 西大舵 不可以折磨身体 使自己的心更脆弱 对了 过去是我错了 我要放弃折磨身体的修行 现在请 我要做新的修行 西大舵这时首次了解到 一味折磨身体的修行 是什么注意也没有的 这个森林的附近 住着一位叫做苏加塔的美丽少女 她看到西大舵瘦弱的身体 非常的担心 每天都带乳粥过来 之前西大舵是一直不肯接受的 西大舵大人 您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不知道您今天是不是愿意接受我做的乳粥呢 谢谢您 那我不客气了 太好了 请您吃下乳粥 恢复以前那个健康的身体吧 王子 您这怎么了 输给修行的痛苦了吗 竟然吃那种东西 身体是心灵的重要容器 不可以随便损毁 骗人 你根本是找借口吗 你输给痛苦了是不是 因为折磨身体的苦行 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 我们是为了看您成佛 讲解解救众生之法 才陪您一起修行的 可是您却败给痛苦 放弃修行了 我们再留下来也没有用 对啊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可以成佛的人 对对对 我们去找更好的老师吧 走了 这是没用的人 西达多并不是输给痛苦 多年来彻底实行各种痛苦的苦行 甚至走了一趟鬼门关 西达多知道苦行不能悟到 吃了苏加塔的乳粥 恢复力气的西达多 走出森林没多久 找到了一棵重异的树 好吧 我就决定在这棵树下做新的修行 我要在这个地方开悟活着成佛 在这棵树下做新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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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7 我一项看到 洪人会是zo宅 吃了苏加塔的乳粥 恢复力气的西达多 Mi eek 在一棵大树下展开他新的修行 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专门为了让我修行而设置的场所 没有成佛之前 就算刮大风下大雨 我也绝对不会离开的 西达多开始修行了 森林的某处有阴森的眼睛注视着他 那就是住在这森林以摩罗为头目的一些恶魔 那个男人是谁 他叫做西达多 是某个国家的王子 坐在这里想要开悟 养尊主要的王子能够忍耐修行吗 不 你别小看他 他放弃了轻松的王子生活 想来找出让人类脱离痛苦的方法 他可是非常认真 小鬼头说的没错 如果他开悟成佛的话 我们恶魔就会没有办法做坏事 也不能够待在森林里了 必须要趁现在妨碍他 把他赶出这个森林才行 好 那么让我来上上刀 等一下 让我先了 我先 好了 好了 现在不能够闹内讧 这里就交给我来办 这样他就不知道我是恶魔大王摩罗了 这位坐在树下的修行者 看你一直这么坚定在修行 真是令人钦佩 据我所见 你的脸色非常差 你瘦成这样 好像随时会死掉 不管再怎么努力 人死了就没什么用了 我这是为了你好 你就暂时地放弃修行 等身体健康之后再来修吧 这家伙还真固执啊 我就来吓吓他吧 而且这个森林妖魔鬼怪很多 随时可能会出来 不知道何时会来害你哦 你还是早点离开吧 我这么好心在劝你 你不可能没有听见吧 你回答一声好不好啊 连回答都不回答 真是嚣张啊 你早点离开森林吧 再不听我的话 会遇上倒霉的事情的 你不出去的话 我就这么办咯 看不起人的家伙 嗯 耶 这怎么回事啊 啊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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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来 快来干掉它 快啊 去 好漂亮的花 你这个笨蛋 你拍什么手啊 大家撤退 快撤退啊 摩洛魔王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我也很意外啊 他好像不是普通的修行者 我们同校好了 我们敌不过他呢 笨蛋 你在说什么 不把他赶出森林我们就惨了呀 好 这次改变做法 叫我的女儿就让他玩吧 恶魔的女儿们快点过来 您叫我们吗 那个叫西达诺男人 怎么吓他他都不害怕 你们就以美丽的身体来软化这个男人的心吧 知道了 知道了 父亲 包在我们身上吧 先生 你本来是个王子不是吗 不要一张脸那么严肃嘛 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我说王子 我说王子 人的青春只有一次而已哦 好了 来跟我们一起玩嘛 来啦 猪狗狗狗狗狗狗狗 我烧事 恶魔 我人家出现了 不要再妨碍我的修行 大家上啊 猪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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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怎么了 暴风女 快把那个年轻人推倒 恶魔们拼命地攻击西达多 可是西达多却说 恶魔溃下去 当他有力的声音回响在森林时 地面突然裂开 出现了好大的一个洞 然后包围西达多的恶魔们 全部被那个洞吸进去了 多然无故 曲�enger 声音识 声音诃 声音声 声音识 声音 ok 声音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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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声音识 声音识 就在这一刻 我知道了成佛之道 从现在起 我要为了众生去传播佛法 那是希达多坐在菩提树下 第七天的早晨似了 希达多他开悟了 从希达多转变成佛陀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世尊 世尊开悟的地方是在印度的北部 佳耶市郊外的佛陀佳耶 现在那里有大塔高耸向天 全球各地的佛教徒 络绎不绝地来朝拜 像那天的希达多一样 总可以在大菩提树下 看到一直坐着不动的僧人身影 从大清早到天黑以前 不断有人聚集在这座塔的四周祈祷 佛陀佳耶 佛陀佳耶和佛的诞生之地 兰碧尼园 以及初转法轮的陆野院 涅槃之地 居四纳杰罗并牌 是四大佛教遗迹之一 佛陀佛陀佳耶 今天仍然阳光普照 从希达多转变为佛陀 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一天 佛陀佳耶 也像今天一样 阳光照射 闪烁明亮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菩提树下开悟的世尊 为了宣扬他新的教法 拯救人们脱离苦海 开始了无止境的旅行 动物们好像知道 世尊的慈悲心一样 很亲密地靠过来 怎么了 你脚痛是吗 你的脚被禁止刺到了 好了 你已经没事了 打起精神来 小动物 你想干什么 你想拉我到哪儿去 请你动的话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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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下来 这里是一个好地方 是你们游玩的地方吗 这里叫鹿野苑 是动物们的天堂 离开森林的那五个人 也来到这儿修行 你看 是西达多 输给痛苦而逃走的没用东西 我们不要看他 我不去跟他说话 知道了吗 看到西达多过来 也不可以跟他说话 想对世尊视若无睹的这五个人 不禁被世尊高贵的模样折服 好久不见了 西达多王子 西达多王子 大家见到我的时候 不是非常生气吗 是的 王子 我们彼此决定不跟王子您照面 不跟您讲话的 可是很奇怪的 在我们看到您的那一瞬间 却不尽得感动的低下头来了 王子殿下 您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高贵 那是因为我终于开悟了 什么 开悟了 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世尊 就请您对我们说法吧 求求你 可是 您是怎么知道 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的呢 开悟之后 我想要招招你们 信念这么一动 陆就带我来找你们了 人类跟陆都一样 有烦恼有痛苦 所以心意可以相通 陆也跟我们一样 会有烦恼吗 没错 陆跟兔子随时活在 被强大野兽吃掉 被猎户杀死的恐惧当中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才会没有恐惧呢 那就是放弃心中 只有担心自我的念头 世尊最初 对这五个人解说佛法 大家的心中 有想做这个 有想做那个的强略欲望 只要不抛弃那个欲望 我们的痛苦与烦恼 就不会消除 世尊这么告诉他们 要抛弃欲望 必须正确观察事物 正确思考 保持正确的心 轻轻地活下去 为了人们的幸福而生存 心自然而然倾成 真正的幸福 就是以美丽的心活下去 森林中不知不觉 已经黄昏了 然后不可思议的 他的身后发出光芒了 太伟大了 他真的成佛了耶 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们过去的错误了 请人收我们做弟子吧 拜托你了 拜托你 世尊 这五个人注意到自己过去的错误 而成为世尊最初的弟子 世尊跟五位弟子 为了拯救更多人脱离痛苦 开始旅行 走到村子 走入城市 听了世尊说法而信佛的人越来越多了 进入摩羯陀国的时候已经热络了 那座山有信奉火轿 率领千人弟子的加瑟仙人三兄弟 我们去见他吧 加瑟仙人 常年做苦情 已经年近百岁 祭祀火神的加瑟仙人 以国王为首 拥有许多的信徒 我 我是个旅行者 可以的话 请让我们留宿一晚 你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修行僧 好 你要住下来可以 你想住哪里的 哪里都可以 如果说可以的话 那么就请你让我住在祭祀火的洞窟里吧 什么 火的洞窟 火的洞窟有一条叫做龙王的大毒蛇 以前进去的人全部都葬身蛇腹了 所以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不 这点可以请你放心 就算是毒蛇 我想他也不会咬我的 你说什么 既然你这么说 你就住那里吧 那五个人也是一样吗 那五个人请安排他们住别的地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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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担心 你们好好休息吧 好了 我来带路吧 就是这里了 你自己小心了 是 非常感谢你 你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是的 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 是 是 谢谢你 世尊手上拿着一个水果就走进黑暗的洞窟了 我可以说 在新闻中 我可以做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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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我可以做啥子 好 我可以做啥子 好 我可以做啥子 好的 我可以做啥子 我可以做啥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王 我知道你现在肚子饿了 想要把我吃掉 可是从现在起 我必须要许使多的人信佛 所以现在我不能够让你吃掉 来 你就把这个好吃的水果当成是我 吃下去吧 先人 世尊他应该没有事吧 不知道啊 八成是被毒蛇给吃掉了 世尊 你没事啊 龙王在哪里啊 这是多不可思议的力量啊 你到底是谁 我是世家 我已经开悟了 为了拯救人们正传播佛法 为什么那么可怕的龙王会变成这样的小蛇呢 不论是人类还是蛇 所有的生物都是佛子 同样是佛子 只要抛弃憎恨 抛弃利己的欲望就是朋友了 所以龙王他也就能够了解我的心了 原来如此啊 蒙你小以尊贵的佛法 真是太感谢你了 求求你 让我加入当你的弟子吧 我还有五百个徒弟 也请你收下他们吧 假设仙人有两位弟弟 各自拥有很多的门徒 因为这件事 三兄弟都归于世尊 世尊的佛法传播得更广了 摩基陀国的国王 从很早开始就是世尊的信徒 他在广大的竹林里面见寺 捐赠给世尊 这就是佛教最初的寺院 竹林经社 现在竹林经社的遗迹被整理得很整齐 向拜访的人传达着当时的情况 在这安静的竹林中 世尊终日热心教导弟子他新的教义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世尊 我们抱着有生之日 尽量对更多人 伸出援救之手的理念 所以 不论聪明或是愚笨 不论富有或是贫穷的人 在世尊的眼中看来 大家都是必须拯救的可爱孩子 就在有一天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慌张呢 求求你们 让我的孩子复活吧 这个孩子生病死掉了 那真是可怜的 可是连死不能复生 可是他不是世尊吗 我听说世尊任何事情他都办得到的 请你让这个孩子复活吧 我求求你 可是 没有这个孩子 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跟希望 好 我就让那个孩子复活 谢谢你 世尊 谢谢你 可是在那之前 你必须要先为我做一件事情 好 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您请说 那么请你去找三户人家 向他们各要一把白芝麻过来 好 三户人家各要一把白芝麻 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吗 是的 不过请先等一下 那白色芝麻 必须要从父母亲那一代 爷爷奶奶那一代 还有曾祖父曾祖母那一代 要连续三代都没有办过丧事的人家拿来的白芝麻 这样你知道了吧 是 我知道了 却像连续三代都没有办过丧事的人家拿白芝麻过来 没错 好 我马上就需要 这个女人照世尊吩咐的 先去找大户农家要白芝麻 请问你们是不是连续三代都没有办过丧事呢 这个女人 接下来去询问家人众多 看起来很健康的商人 可是他们家也有人死掉 只要三户人家 在这么大的城市里 只要找到三户人家没办丧事 死去的孩子就能够复活了 女人这么想 接着就去询问穷人家 可是女人每问一次就失望一次 全城全村 她挨家挨户地问 就是找不到连续三代没有办丧事的人家 原来每户人家都有失去心爱人的悲伤经验 这个女人累了 最后她回到世尊那里 怎么样 你拿到白芝麻的吗 没有 我没有找到 世尊您所吩咐的连续三代都没有办过丧事的人家 我一会也没有找到 没错 失去孩子 失去父母的人 不是只有你而已 你的悲伤我非常的了解 活的人总有一天会死的 不管你懂我悲伤 死去的孩子永远不会复活 这个世间的人 大家都是克服这个悲伤活下来的 是 所以你不要再哭了 为自己的孩子祈祷 让自己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对孩子 对你才是最好的 世尊静静地告诉他 人只要活着 不管多痛苦 也有一定要忍耐下去的事情 失去理性的女人心理 深切感受到世尊那无限慈悲与关怀 从世尊三十五岁开悟以后 四十五年间 他从没有休息 不断一路旅行 一路传播佛法 可是在八十岁的时候 世尊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世尊说过 只要有生命 早晚都得面临死亡 这是极为自然的事 我也接近死亡的时刻了 可是 你们不可以悲叹伤心 我就快要死了 世尊这么说 在河边清净身体之后 在苏罗双树的树下 静静地横躺着 万一世尊您不在了 以后我们该依靠谁活下去呢 不要哭了 以前我就告诉你很多次了 人总有一天 必须要与所爱 所亲的人分离 人只要活着 就一定会死去的 我会死去 这是极为理所当然的 所以 不可以悲叹伤心 是 我死了之后 也不要去依赖别人了 阿南 唯一能够让你依靠的 也只有你自己 依靠自己 以自己的脚 走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总有一天 开悟的时刻会来的 听说世尊快要过世了 许多弟子们 与信徒们都赶过来 依序地来告别 连动物们也陆陆续续 来告别了 你们有没有想要 陈仙在问我的问题呢 是吗 好 很好 好安静啊 这个是什么声音啊 那是河流的声音 是吗 河也是那样不断地流过 今天流经的水 绝对不是昨天的水 世间的流动也是一样的 一切的事物都会改变 不要落后他们 你们也要晴云修行啊 世尊 世尊 优优独播 优独播 kan 优独播 嗯 嗯 世尊八十年的一生 就这样迎接了结束 人们和动物们 所有的生物都极为悲伤 大地震动 天空蒙上一片乌云 在世尊过世的地方 居萨纳结罗 现在建立了宏伟的祀堂 世尊说过 要互相帮助 活着的众生 都有其愿望 有其悲伤 应该彼此体谅对方 使彼此幸福 不分人类 动物 或是草与木 只要是有生命的生物 大家都是同伴 同事同伴 应该祈求彼此幸福 以温暖的心相互帮助 以慈悲之心 勤劳不懈的话 我们也都持有着 能够成佛的宝贵性命 世尊向所有烦恼的灵魂 伸出拯救之手 他的教诲 透过弟子们传达下来 越传越广 从印度到中国 然后到日本 数不清的岁月 透过数不清的人们 佛教传播到全世界 如阿希陀仙人所悲叹的 虽然我们没有缘分 拜见世尊容颜 聆听他的声音 但是 世尊的慈悲与教诲 现在仍然活着 成为领导我们的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